花莲县社会福利馆花好学院办理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道独特滋味新书发表会 书中记录新住民姐妹 理想背景的勇气 与逆境奋起的精神 为寻找幸福而来到花莲 花莲县政府也期许 以新住民新活力为目标 把花莲打造成为移民的新故乡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道独特滋味 建由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 了解她们在花莲的生活 如何与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并肩前行 我妈会骂 可是我爸说就是一个味道而已 没有关系 对我就会这样子了 旁边就会去抓来吃一样 会抓吃一想回想她的那个回忆的时候 我就会很想念爸爸 在越南那时候生活是没有那么富有 所以吃到肌肉是不容易的 所以每一次孩子生病 妈妈就会想办法先买到这个 然后煮给她补银两家 我想说她那个很好 我就到台湾以后 孩子生日她也会想吃 然后如果生病的话我也会煮给她吃 我的小孩很爱吃 每次煮这一锅蒜蒜排骨的话 我女儿会把爸半锅的肉都吃光光 我儿子是刚好想把他喜欢喝汤 那汤拌饭的话很好吃 所以我就说我这个刚好传承的我爸的味道 所以传给孩子 其实我觉得人有走出来 世界观就不一样了 你就会 其实你就不会被困在自己的那个漩涡里面 都走出来世界看到的人不一样之后 你其实你的生活态度会变不一样 而且会改变自己的环境 县长徐正伟表示 新著名姐妹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 面临不同的民俗风情 语言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因素 在成长过程和个人特质展现出来的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人生故事 因此透过新著名家庭服务中心的安排 采访将姐妹们的生活经历 与家乡菜肴做串联 集结为一本有人情风土滋味的温馨报导书 所以遇到困难 其实它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绽放 就像今天我刚才看到什么 我妈在建议台 虽然是轻轻巧巧的花子 可是却会让给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好了 给我 我觉得我今天所有的疲劳 所有的疲惫 看到这么轻巧的花 就好像心情非常好 非常地螺化 其实我们常常在路边走 为什么真会说 我们生活要迈下来 我们把脚步迈下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听到很多东西 而且有些用心去感受到 触动到很多的东西 花林县新著名家庭服务中心 长期陪伴新著名 提供社工协助新著名解决 包括身份权益 婚姻关系 经济辅助 法律咨询 通义服务 心理智商等 这次活动 更是透过六位新著名妈妈 将自己最值得回味的好味道 以新书 每一个生命 都是一道独特的滋味 展现出美食 不仅支持自己 并能够抚慰家人 朋友 因应出台湾生活 变化的多元好滋味 记者林杰 花林市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